也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人出现鼻梁歪斜的现象 它的成因很多 但最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外形 那么这种歪鼻子面向的反应就什么意思呢 女性的鼻子又称为肤性 也就是丈夫代表丈夫的运势 如果是她的鼻子歪斜不正 则代表丈夫的运势比较差容易再婚 现在整形的技术也比较发达 修复一个歪掉的鼻梁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说应该予以矫正 否则的话遭遇也是非常坎坷 另外鼻子歪斜的 她会连带着人中 她会连带人中也跟着歪 这也是子女工的位置 子女工的位置不正的话 加上如果是首相当中 她无名指也出现歪斜的话 那么就相对来说 生育能力相对会差一些 无名指比食指要长 那么为人理智是大于感情的 感情线再加上比较平直 比较冷淡 含蓄 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跟恋人之间的距离相隔比较远 让人难以琢磨 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距离相隔